可是我很常需要別人幫我想標題 因為我常常會想說 嚇什麼加農泡超好笑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大家不會收視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宇 歡迎來到這場我寫 那我們今天來賓是我們的Hook 耶 我要自我介紹了嗎 你要自我介紹 直接自我介紹就好 來玩玩我是Hook 好你可以說你做什麼什麼類型 我平常的話都做一些比較挑戰類型的東西 像是挑戰做一個東西讓我很方便 之前自我請你有看過嗎 有啊我有看呱吉跟那個YJ的那一集 好啦那今天就是比較free一點 然後我待會兒的話一開始會問一些比較基礎的問題 像是讓大家熟悉你這樣 好 你可以邊吃邊回答沒關係 好 那一開始就是詢問說就是 欸當初Hook是怎麼進入就是youtuber這個業界的 大概兩三年前 兩三年 很流行開箱自己的收入 喔有有有有 那我開箱就說哇那我也要來做 就這樣 喔你是看到很多人 開箱自己收入的那一些影片 你得失了哇 youtuber好像 很賺 很賺 對我只是想要賺錢而已 怎麼辦 所以 胸懷無大志 不會啊其實 因為之前一堆人會說 喔沒有我是想要帶給大家快樂 快樂也是要吃飯的啊 啊對快樂也是要吃飯的 對所以大家可以講直接一點沒關係 那那為什麼要選擇Hook這個名稱 因為Hook它其實是一種音樂術語 就我以前有在彈吉他 那它如果一首歌啊 會有什麼前奏肩奏嘛 還有一個叫Hook Hook就是代表如果你旋律寫得很好 很容易被人記住的話 你就一聽就中 Hook的意思是這樣 對就是 我也想要別人看我的影片 一看就中 所以就叫這個名字 喔你想要大家一看 欸大家我今天聲音好低喔 一二三 哈哈 因為我剛去抓 你平常的聲音比較高一點 有有有 對啊我今天聲音可以提出 那再來的話是想要說 那一開始選材呢 因為一開始看說 都是一些比較烏一頭的實驗 那當初是什麼 想要說做這類型影片 因為剛剛有聽到說 一開始你有學過吉他嘛 只有沒有想過可以走 就是音樂路線 可是音樂賺得了錢嗎 就是音樂賺不了錢 老實說啦 認真來講 對音樂真的在YouTube上面 沒有因為我音樂也玩得不太好 不是可以賺錢的程度 不完生可是至少會這樣 對對對 就是會一點點而已 了解了解 然後一開始想做實驗 是因為我那時候看很多類型 然後我發現其實很多類型 都有一個很厲害的人在做了 那我在想 那他們看完那些人 怎麼會來看我 所以我發現那時候實驗還 沒有很多人做 所以我又先做實驗 而且我發現大家到後面 其實都會慢慢的 有點微轉型 對會 因為真的太累了 實驗真的要做太久 因為光是你拍攝 你以前拍一部實驗 大概花多久 我光是研究 因為我不是理科出身 我就要花大概三天吧 就是至少要想怎麼拍 然後研究它怎麼弄 怎麼做出來 哇塞然後再花一天拍這樣 沒有我道具都做超久 我道具是做十幾個小時起跳的 Oh my God 所以真的很累 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一周一根 有點太超了 其實現在也 如果要出實驗 也是現在這種拍法 就實驗就是要花一到兩個禮拜去拍 一到兩個禮拜去拍這樣 除非你有先屯片 除非有先屯片 了解了解 那後來是怎麼從實驗慢慢轉到一周挑戰呢 因為實驗實在是太難做了 太超了 除了難做之外 因為我的實驗都是那種 你不太容易去搜尋到的東西 這確實是 對這也是確實是 實驗有一個罩門就是 因為它太難被搜尋到 所以那時候流量就很沒有很好 真的假的那時候 因為我做了快一年 然後還在兩三萬訂閱 因為我是有給自己一個時間的 就是我在 其實我嚴格來說是一年內沒有喜歡訂閱 我就不要做了 但我那時候想說 我都兩三萬訂閱了 那我再努力半年 再努力一把 對然後再努力半年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要出一點 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YouTuber 只要拍吃的都超多人看的 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比別人吃的多 然後我覺得我那時候也沒有到很好笑 所以我想說 那為什麼我不把時間拉長呢 所以就變成一周挑戰 我比不過別人的食量 然後我也不太會平 那我就把時間拉長 對我又把時間拉長 聰明 就意外的中了 謝謝大家 真的因為一周挑戰 其實Hook有拍蠻多的 對然後 你知道每次都是 就花一個禮拜就拍那一集影片 對啊所以那個禮拜 我如果是在拍攝的時候 我會過來跟你說我真的不能吃 所以這禮拜是剛好沒有 我最近休息蠻久 因為我身體才出問題了 那你現在通常都是怎麼發想影片題材的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 我一直以來都是 腦中會有很多想法在打架 你可以問我的小幫手 我常常跟他講A的時候 突然間會講到 欸那你覺得我如果做一個 是不是很酷 對吧請你發聲 對 沒錯 原來都有 所以說 這也是我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缺點 我很常跟別人講A 然後我會慢慢講到BCDE 然後就把BCDE拍起來 然後反而沒拍A 對就是A最後反而會被冷落 所以說通常是延伸的部分 你會延伸出去這樣 對我會延伸出去 目前我聽過最怪也是有人說 邊洗澡邊想 欸小幫手你 you man 不是 我不會常常跟別人想題材 因為他們想的題材我不一定會拍 對 對 可是我很常需要別人幫我想標題 喔標題 因為我常常會想說 嚇什麼加農泡超好笑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大家不會搜尋 可是在外人眼中 那就是一個不會被搜尋的代字 所以我常常需要跟小幫手們討論標題 對所以他就會跟我討論標題 他討論討論就說 不行我現在去碰水 我碰水就會有靈感 啊原來如此 一遇水則發Bang 接下來是想要問的是 剛我們聊的影片嗎 那想要講的是 目前影片都是自己剪嗎 都是自己剪的 那有考慮之後請剪輯是嗎 因為在剪輯這一塊應該是 很多YouTuber花很久時間的部分 可是我有找過 但我覺得風格沒有那麼適合 就都有一個陣痛期 但我會慢慢找 但最近其實還是沒有時間去找 但我覺得我終於就需要找 因為真的是太累了 太累了對不對 健身都沒有時間 像之前我有跟泰哥聊 然後他也是就是 他原本都很堅持說要自己剪 然後後來他發現他老了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我生不下去 還是一定會找剪輯師啊 不然自己太累 那感覺啦 Hooker是蠻心思細膩的YouTuber 那有時候看到有些黑盆會在留言 那這時候會影響你整個心情嗎 欸還好欸我最近有在練習 強壯的心 練習怎麼練習 練習就不會痛啦 也還是那種一毒攻毒 其實他們也不會講什麼 其實最常被講就是牙齒很亂 但我要去戴牙套啦 我覺得其實牙齒很亂 這個其實根據長大 有人根據影片嗎 會講影片怎樣之類的 就說我很尷尬 但我知道我自己很尷尬 所以我不會這樣 所以就比較還好 對啊 通常你也不會去多做回應這一些 就不理他們 三留言 我不會上課會跟他說我要去戴牙套了 那你本身是專職YouTuber嗎 那假如說你今天不做專職YouTuber的話 你會想要做其他什麼職業 那我曾經想要去賣冰淇淋欸 你不覺得冰淇淋就是一個很夢幻的職業嗎 小時候我可能會這樣覺得 對啊就啊賣冰淇淋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賣冰淇淋是一個很夢幻的職業 那我就覺得賣冰淇淋是一個很夢幻的職業 你有其他第二專長嗎 沒有啊 我跟廢物啊 反正我就沒有啊 我就什麼都不會啊 我很困勞 所以你第二專業想要做賣冰淇淋的店員 沒有沒有 只是說你覺得店長 我要開發自己的冰淇淋 欸現在 就是什麼圖文超話家或者YouTuber有開火鍋 嗯 然後有開主題店 飲料店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要賣冰淇淋 我覺得你可以當一個先機 可是很夢幻欸 可是賣冰淇淋 你會有季節上的那個欸 烈士 欸 我冬天很喜歡吃冰淇淋 我也是啦 我們現在不是夏天在吃火鍋嗎 對啦 我現在還被反駁了 完全沒辦法反駁 好像有道理 嗯 這好像哪裡怪怪的啊 我可以問一下好奇一下你科系本身是什麼 我是歷史系啊 好吧 我原本想說 可以做跟科系相關的職業 欸我現在有在做跟科系相關的東西喔 有我知道 我最近在出一個系列叫世界史 歷史系真的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欸老實說我覺得你歷史真的蠻強 因為有一些歷史系可是畢業後都忘 因為未來可能不太會用到 欸我真的很喜歡歷史啊 我是因為真的喜歡歷史才去讀歷史系的 那之前的話其實有看到 Hook有在網路上有一篇文章是在講說 當初加入Youtuber是覺得 就是Youtuber可能沒有那麼困難 那假如說現在有個機會重來的話 你還會想要做Youtuber嗎 因為你後來有發現進來完全不是這樣 就是其實Youtuber很難做 可是我覺得每件事情都有它的 好與不好 雖然說Youtuber很難做 但它如果做起來真的是挺不錯 而且風險很高欸 嗯風險很高嗎 像現在現在疫情嚴重嘛 所以現在頻道手裡全部大家都在降 那萬一之後可能Youtuber就忽然爆了之類的 那我覺得你就是要時時刻刻準備好自己 所以就是隨時準備好 就才不會哪一天遇到 像我發出的每一支影片 我都是覺得自己滿意我才會發出去 當然我也知道這個 做Youtuber不是說你想做多久 你就可以做多久 所以我覺得你就是要好好準備你自己 所以你是保持著想要做到老的心態嗎 假如它可以做到老的話 沒有想說做到 我覺得錢夠了就退休好了 好累喔 我整個人就胸無大致了 我就想要玩遊戲 你當初是怎麼沒有想過草遊戲之類發展 誰想看我打遊戲 我打的都是歷史遊戲 我又不會打穿 我又有3D暈 只要那種畫面會一直晃 我真的玩風之補那種2D 2D遊戲這樣 那你覺得當Youtube中 有什麼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現在去吃東西都會給我配料耶 蛤 就是你們懂嗎 就是去餐廳 我要一份漢堡 但奶茶太貴我捨不得點 然後店員就會拿一杯奶茶 所以我真的招待 我就喔 卸穿160耶 這也算是我平常一些小確幸 對啊 會遇到真的會遇到 而且他有時候 你知道還要附一張小卡說送你 然後就覺得哇 哇 心情被暖到 而且還會有提拉米蘇耶 那你平常遇到的粉絲 他們會直接跟你打招呼嗎 我也會跟他們打招呼啊 不是 你要怎麼確定 還是你的粉絲 沒有 很好認吧 就有些人一認到你 他們眼睛就會開始放大 喔喔喔 那我就說嗨 然後他們就會也會跟你打招呼 他們就 其實是Hook嗎 我就說對 我也會很開心 跟你合照之類的這樣 那對於頻道的話 現在的話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規劃 可以跟大家分享 除了歷史系列以外 我今年推出了兩個系列 一個就是歷史的 剛剛已經講過 第二個就是 主要內容就是 我去體驗一個職業一天 可是這樣會不會有點像那個 木曜的嗎 對 木曜的 其實不太會 因為拍攝手法應該不一樣 拍攝手法 然後包含他挑戰的職業 那你有特別想要參加職業嗎 冰淇淋店 除了冰淇淋店以外 歡迎冰淇淋店來找我 謝謝大家 除了冰淇淋店以外 因為我 我剛剛就知道你會講冰淇淋店 其實我蠻想看我自己去挑戰幼稚園老師的 因為我不太擅長跟小朋友對話 我想像不出來 因為只要是一個小朋友出現 我就會變得很尷尬 那如果有15個小朋友 哇 雞皮疙瘩掉滿地 哇 幼稚園老師喔 我還想去當歷史老師啦 所以有之後有體驗 體驗系列沒有 那名參還不確定要取什麼 有預計什麼時候開始嗎 沒有 其實已經拍了 只是第一集的名稱 我們覺得取得不好 要換一下 要換一下 那你有最喜歡你頻道的哪個影片或哪個系列嗎 如果你要說近期拍 我最近最喜歡的是泰國史 泰國史喜歡 還有其他的嗎 嗯 如果真的要說 防疫那支影片我很喜歡 我做了一個可以維持社交距離的東西 情人節我也蠻喜歡的 基本上每一支實驗影片我都會喜歡 都蠻喜歡 發出去之後 我的心通常會有點受傷 應該說大家還是比較沒有辦法想像出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 就不會點進來 對 然後 可是它的腸尾效應還蠻好的 就是你發現你放著 其實後面慢慢大家 大家開始知道這個是幹嘛 就會進來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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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今天是我們第一集 就是改版改成這樣 你算是我們第一集參加 就是我們這個新改版 不然之前都在我工作室了 不會不會不會 下次有機會可以來工作室 好好好 也可以跟立方打桌遊 對 我們就在隔壁而已 好 今天非常感謝HOOK來參加 這菜我請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和訂閱和喜歡 那可以訂閱HOOK頻道 按照我們頻道的粉絲上 最後我們來的是根 如果有想要下一集要請誰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